大家好 我是Kyoko 又來到一個星期的開始 我們會承接上個星期 繼續找這個wake開頭的文言 這裡第一個要說的是 wakeではない 或者wakeでもない 前面是動詞的普通形 a的形容詞 na的形容詞 名詞仮na 或者deある 表示並不是什麼意思 雖然不是全盤否定 但有一部分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kane no kimoji ga ni ga deki nai wakeではない ga so ni yari kata ni wa sanse deki nai 也不是不可以理解他的心情 但他的做法我都沒有辦法贊同 即是我是理解他的 但他這樣做就真的不行 又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第二句是wake 開頭的就是wake ni wa ikanai 前面是動詞詞書形的 前面是動詞詞書形的 跟之前學過的三個接觸是不一樣的 這個要記住 它是動詞詞書形 表示不能夠什麼什麼 不可以什麼什麼 其實是表示一般的常識 即是社會共識 或者以過去的經驗來看 是不能做無件事情的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子 為了項目的成功 為了項目的成功 大家都在加緊班 所以作為負責人的我 是不能先回去的 所以以一般常識來說 就是大家都這麼努力 你一個最大的頭 沒理由要更加不留下 幫我們一起完成這個項目 這樣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文言 這裡補充一點 如果前面是接動詞 即是wake ni wa ikanai 就是有不能不wake的意思 即是必須wake ni wa ikanai 我們今天的文法就溫到這裡 如果你想溫三字卡 就可以去我的IG 如果你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如果想繼續跟我一起溫書 溫文法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拜拜